时隔745天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终于举行了一场允许媒体提问的记者会 副手赖清德、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 早前传出可能接替苏贞昌的顾立雄等台行政、立法机构重量级成员也陪同出席 演了一场一个半小时的祥和大戏 不过,媒体依然注意到蔡英文、赖清德与苏贞昌在这场记者会中所表现出的微妙关系 蔡英文与赖清德的关系尤其受到瞩目,不少问题都是围绕这点展开 当被问到赖清德是否是2024适合的接班人选,蔡英文回应当然是 而当媒体追问赖清德的优点时,蔡英文的回应就非常有趣了 他说,赖清德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政治人物,他已经在政坛很久了 所以他的一切大家都很熟悉 这样的回应其实等于没有回应 蔡英文为何不肯直接了当地说出赖清德的优点呢 留给外界各自解读的空间 至于未来身为党员的蔡英文与党魁赖清德会怎么互动 蔡英文的回答仍是话中有话 她表示,赖清德兼任党主席这件事情也不会改变两人的互动模式 蔡英文的意思很明确 赖清德就算是党主席,但也是蔡英文副手 过去的互动模式是赖尊蔡,未来也是 只是赖清德虽然在记者会上表现出尊蔡的态度 但无论是在竞选党主席的政见发表会上 接连指出民进党败选原因 还是日前抛弃蔡英文的抗中保台 推出所谓和平保台 都可以看出赖清德想要跟蔡英文切割的企图心 两人能否真如蔡英文所说 维持过去赖尊蔡的互动模式还很难说 至于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是否留任 蔡英文更直接拒绝回答媒体的问题 认为这个事情不急,时间倒自然会说明 这个说法是保护苏贞昌,还是留面子给苏贞昌 或是透露苏贞昌可能留任呢,留下解读空间 不过被外界点名可能接任苏贞昌的人选孤立雄就坐在赖清德的旁边 一场记者会成为蔡英文导演的尊蔡大戏 试图证明在九合一大败后自己没有跛脚 仍然掌控所有决策 但台面下的暗潮汹涌早已摆上台面 有侵律人士甚至在记者会后直言 若民进党还不能够与蔡英文做切割 那么2024就很危险了